2023年8月24号 就是今天 日本向海洋排放了核污水 那么它排完核污水以后 我们的海鲜还能够安全食用吗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分析一下 日本排放核污水 无疑来说对于世界都是一个灾难 因为我们的大海是连通的 洋流会把这个核污水带到世界各个角落 据清华大学做的模拟分析来看 这个核污水将于240天之后 到达我国近海 那么在三年之后 向太平洋对岸的北美 美国加拿大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据估计这次日本排放的核污水 会在十年之内 把这些放射性的物质 带到全球的海洋中 核污水中的放射性元素高达60多种 当核污水排放到海洋中 首先会被这个浮游生物 浮游动植物给吸收 完了以后有一句古话叫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这些鱼和虾又会捕食这些浮游生物 那么较小的鱼又会被较大的鱼食用 这些半衰期比较长的放射性元素 会从浮游生物的身上 转移到这个小鱼小虾的身上 然后小鱼小虾被大鱼捕食以后 又叫转移到这些大鱼身上 这是一个负起的过程 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放射性元素 会被这些鱼虾排泄到这个海里 也会有一些随着有机物沉淀到这个海底 但是海底呢 也生活着许多海洋生物 他们也会去吃这些东西 完了以后放射性的元素 又到这些底气生物的体内了 其实今天在日本排放核汇水之前 在它附近海域抓到的一种鱼叫Black Rockfish 就和我们中国的这个黑头鱼 许诗平幼鱼比较接近 这种鱼身上找到了超过量的放射性元素 日本对于食品中放射性元素的标准限值 大概是100贝克勒尔每公斤 而它在这个福岛附近海域捕到这种鱼呢 足足有18000贝克勒尔每公斤 超过了它这个标准的180倍之多 毫无疑问在福岛附近捕获的这些海鲜 是无法食用的 但是我国附近海域捕到的海鲜还能吃吗 就目前来说 我国的海鲜还是可以放心的食用的 但是在240天以后 这个核污染物质到达了我国的沿海 那么其实我认为啊 我国沿海这些海鲜必须经过更严格的检测 如果这些海鲜是符合我国食物 放射性物质限量标准 你当然可以放心食用的 日本排放核污水已经成为现实 而且还要将排放30年之久 我只能说希望日本政府尽早醒悟 不要再向大海里排放这个污水 因为这个污水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灾难 它里面包含很多放射性的元素 而这些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是非常非常长的 我们的这一代后代包括后一百代 都有可能会受到勉强 最后我希望大家也是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吧 不要过度的惊慌 好了今天就说了这种Spring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